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颜承旭 王兴林 谢霆锋 这么多人的歌 你有没有 去两年前还有杨承林 杨承林 心如你的好姐妹 客群 大同 太多人了 有没有哪一个歌 你自己特别特别有感 甚至你会想拿回来唱 有没有 很难学 我其实曾经想过 把我的创作全部拿回来 重新编曲做成一张专辑 绝对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然后一直还没有时间去做 就是现在 你赶快做 我们都这么老了 你不要什么我们 好 我们 拜托 我大你三岁而已 好吗 三岁很多了 可是你就做 其实对 我觉得一首好像不够 你足足可以出两张以上你的创作 cover 你有想过这个事 对不对 有 有想过 但如果一定只能选一首 你第一首 我马上就想进去录的会是哪一首 有这样的歌吗 柴米油盐 好好听才能留言 好棒 有吗 有这样的歌吗 还是 简单爱 你看 伊斯坦宝 你看看这些歌 有没有哪一首 好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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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没有办法一首 要做就做整张专辑 都喜欢 就是这样的感觉 哪一首最难写 有没有被打枪 有 哈琳哥 哈琳哥那首歌本来不叫 一点都不意外 这个答案 哈琳哥那首歌本来不叫天堂 是吗 本来是叫隐姓埋名 隐姓埋名很好 隐姓埋名 对 然后他就对我搞 他就说 我都怪50了 哪有那么幼稚 你那么成熟点 也对 因为你要用他的角度 对 他觉得我太浪漫 太肉麻了 他就想要就是 大气一点 成熟一点 长寿一点 成熟 是不是 所以就变天堂了 OK 哈琳哥 本来是两个隐姓埋名 在下学的日子去坐那个 不是高铁啦 做什么 你看想象力 都有心感线 是不是 还是做什么 心感线 然后去下学的地方 是不是 就没有人认识的地方 但是却被人家改了 对 他做得太浪漫了 没事 等你 如果Vivian有一天 可以真的做一张 Cover的创作机 你可以再把它 统统改回来 因为以前有很多 这样的范例 创作人交出去的东西 已经被改掉了 他拿回来唱的时候 他就重新回到 自己的原版 但是这个 有没有版权的问题 我可以顺利拿回来唱吗 付钱就可以了 先开始先到处理 然后再次复欣赏 带走 看 这 最后 很大 新鲜 就是 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